頭戴紅蘿蔔帽 手上拿著幸運草 八公尺高的兔來運沾主燈 太空兔造型 腳踩飛碟 充滿科技感 但最特別在這裡 會眨眼 會眨眼 你覺得可愛嗎 可愛 第三年來了 所以可以看一下 每年有什麼不同 印象深刻 應該是這個兔子 會眨眼睛吧 因為之前好像沒有這種 2023新北登節開跑 為了吸引旅客流步 周邊近百個攤位 羊肉串臭豆腐蕉麻雞 業者備料加倍 要搶工 燈會商機 這次的量還蠻大的 人潮真的很多 把之前的疫情的 虧損的錢都給他賺回來 如果好一點的話 就是平常的 應該會有三倍吧 除了新北大都會公園 這隻兔子會眨眨眼 充滿科技感 接下來我們帶您來到 還有台北登會 不能錯過超有未來感的兔子 都讓你瞬間穿越雙倍 站在白色燈會作品造型前 拍照打卡還能進百貨 公司換好康 不只有限量兩千個燈籠 美食皆現金折底 加上商品折價券 通通大方送 燈結紅利 不只這些 只要入住飯店 就可以獲贈限量發行的 燈會主視覺悠遊卡 另外我們也安排旅客 可以搭乘雙層觀光巴士 以不同的視角 夜遊四大燈區 要留住旅客 北市有五星級飯店推出平日入住 最高八五折優惠 免費深等豪華客房 還有業者推出遠消專案 免費送兩人份早餐 以及一零一觀景臺門票 讓來賞燈旅客盡情玩雙倍 三天新聞週關於劉沛與雙倍採訪報導 這是行為可樂的 是,新大選民逅日 日報 C・西小文二 除庭 あー,新大選民逅日 在新大選民逅日 在新大選民逅日 你會 greens